然后呢 我23岁就出家了 可是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曾经急着想度众生 我觉得众生很苦 我们的家人呢 舅舅啊 阿姨啊 常常吵架 我觉得 所以人家问我说 师父你为什么租家 我说你看看嘛 现在十个家里面 有哪个家里是平安的呢 其实那时候我对家 是产生很大的远离心 那我们的家呢 也很多的苦难 家家有本难念经嘛 很多的问题要处理 那时候我急着想度众生 结果因为我又急着心 所以我贪一点特殊能力 我那时候我就想 假如我今天有能力 是不是可以赶快帮很多人 糟糕 我有这样的心以后 我就碰到了坏人 什么是坏人 主意听 我就碰到了一个女生 她的眼神很可怕 她会度人 她一看到我 我姓圣嘛 凡夫 俗名叫圣老师 我在光复国小教书 她说 孙老师啊 我跟你非常有缘 我说我认识你嘛 然后她突然就讲一些事情 讲我家里的隐私 我真的吓了一跳 她说你爸爸怎么样 你妈妈怎么样 你家里怎么样 我真的吓了一跳 因为那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可是呢 她就跟我说 你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想出家 你很有善根的 我们来度众生吧 听到要度众生就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呢 她那时候有一个 像是神道的庙 她中间也拜观世音菩萨 也供地藏王菩萨 然后她就跟我说 圣老师 圣老师 你平常上班啊 上完班了以后呢 你礼拜六礼拜一定有空吗 对不对 你可以到我的庙里去住 那时候就做庙工了 知道吗 免费的庙工 然后她人很好啊 刚开始很好啊 我要什么她都帮我 来来来吃饭啊 然后她还教我啊 怎么看相啊 感觉上你觉得这个人很有知识 也帮很多人 甚至有一次 她是亲眼我看到 一个发疯的人 进来这样跳 然后就破口大骂 这样子呢 她这样子呢 就拿着那个金书 啪啪 骂了更大声 就像鬼王一样 那个人突然就乖乖的了 我亲眼看到 我吓到了 吓到了以后呢 然后她叫她做什么 念地藏经 拜地藏菩萨 叫她念呢 要念一千遍的地藏菩萨 将来回来还愿 还愿就是要出钱嘛 那时候我自己很惊讶 想 哎呀 这个人真了不起 不相信我待会叫一个鬼的 来跳一跳看 你们能可以降服吗 很难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你遇到你朋友发阳颠峰的 或是被幽冥界众生干扰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很害怕 你真的心想帮他 可是你 小心 你也会掉入邪见夜网 然后呢 好 我就帮他了 我看到这一幕很感动 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他度众生真的不容易 真的要有功德力 好 那我就开始呢 去帮他看佛堂 帮他接电话 礼拜六礼拜天呢 我就在那边诵经 甚至他给我一个小房间 很好 然后呢 就是我帮他度众生 因为那时候我口才很好 我会懂很多佛法 有些人呢 安静以后 他就说来 你找那三老师 三老师会帮你讲佛法 我就鼓励他 你要学佛 要参除业障 我把我懂的佛法都告诉他 所以有点两个人合作 cooperation 我是没有钱的 可是有一次让我吓了一跳 什么叫吓一跳 因为刚才让我吓一跳 对不对 吓一次让我吓更大跳 突然呢 有一次呢 他是一个在家居士 有女儿 也有儿子 女儿跟着他 儿子呢 出到国外念书 那他老公呢 事实上我不太清楚 有一个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他是单身 还是离婚 还是不清楚 very fake 就不清楚 那呢 有一次有一个男生来 就跟他合作 请他帮 他就留下来做秘书了 我们就多一个道友 我们叫道亲或道友 结果后来第二次 又来一个男生 男生呢 就嫉妒前面那个男生 做秘书的男生 他就非常的生气 非常生气 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讲 来 来来来 圣老师来 你回去帮我诵经 然后回向前面那个A的人 下地狱 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现在跟你讲 我心脏都还不太好 真的我吓一跳 我当天晚上就跑了 我不敢做 我想怎么会有人叫我诵经 回向前面下地狱啊 那时候我才看清他的面目 糟糕了 我离开他的时候呢 他就想控制我 他到我学校呢 放话 因为师父是单身 说我们男女关系很复杂 你看 阿弥陀佛 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他 对不对 可是他就到学校去开始放话 告诉我们的学年主任 还打电话到校长 他就开始控制我 我还要发现他为什么呢 后来呢 我就曾经问过他女儿 你的妈妈怎么这么厉害啊 看到一个发疯的人啊 这样 他就啊 你妈妈念什么咒啊 他说五雷灌顶咒 后来我去查了 道教的 就是一个可以把一个发疯的人 立刻降服 可是自己的精气神会耗损 我说杜众生不是这样的吧 接下来呢 我就很可怕 我走到哪里 他就电话骚扰我 我真的是泪流满念 那时候我拜观世音菩萨 我忏悔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是走投无路 一直追追追我一年 到最后我去当兵了 那时候我还遇到了一个高人 注意听 那因为我很苦 我真的很想修行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 我后来遇到一个出家的人 来指点我 我说 你其实拜的那个女众师傅 是有问题的 你要远离她 那我说 她会控制我怎么办呢 她说你不要怕 你念大悲神众 那时候我就念 每天念 每天念 我一天念49遍到21遍 我一下班 我就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 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功德力比她大 虽然她会五雷灌顶 没有万七 对不对 可是大悲神众是所有的妖魔鬼怪 最后去当兵的时候 就永远也离她了 所以我要跟你公开忏悔 不要去贪神通 神通敌不过业力 那你会说 师父那是你的业 没错 我会遇到他也是我的业 可是那时候的确我有点贪 假如我也一天 可以度人 不是多好吗 所以下次你不要问师父 有没有神通 我胃肠很通 假如新加坡的佛友 我严重的说 你再讲新红法师有神通 我下次就不来新加坡了 因为对你自己不好 对师父也不好 真正智慧才是广大的神通 你不能调伏你的心 你虽然学佛法 你也拜大悲惨 你也拜皈依了 可是你内心还是贪一些奇奇怪怪的特殊奇异功能 这个不是佛法 就因为你有贪 所以人家可以控制你 很抱歉 今天师父讲我自己惨悔的教训 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讲过 但我今天想了一下 我公开的忏悔 讲给你听 连师父都以前走错路 还好我有一点善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佛法 我很深入精湛 所以从此以后 我不会相信任何神通的 就算神通在我面前 我也笑笑 神通敌不过业力的 神通又怎么样 假如你神通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把全世界的灾难 水患地震都通通解决呢 答案 自己的业要靠自己忏悔去羞耻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 控制你的人 指点你的人 或是讲一些特殊方法 那都很容易让你进外道邪见 那外道邪见的话 因为我不是新加坡公民 可能我就没有办法 在新加坡救你了 是不是 当时师父还有一个善良的心 每一天念21遍到49遍的大悲神咒 所以我还遇到一个出家人来指点我 了解吗 好请看下面 看经文 37第五行 执着邪见 下面讲 观世音菩萨亲自告诉大自在天 最深最深的邪见是什么呢 自认为的我执 皆为如 一屋时以来认为你是山河大地的主宰 你能够创造一切万物 出生一切友情 事实众生呢就会失去自己的自信 而依赖这个山河大地的主宰 最后就不相信佛法 而离开真正的菩提大道 这样的众生是很想修行 可是却遇到了恶知识跟恶友 愚痴迷惑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说了一首祭颂 十七 此虚空大身 大地以为作 境界及友情 皆从世生出 他说 这个错误的见解是什么呢 认为虚空广大无边 以大地为宝座 所有一切外面的人数的境界 跟所有的六道友情 都是我身体所显现的 你在旁边做个记号 这个就是指印度的大犯天王 写在旁边 印度教 新加坡也有小印度 你会看到师婆神 Densin Siva 他可以创造世界 他可以毁灭世界 在佛陀在印度还没有讲经之前 印度本身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圣地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告诉你 所有的生命 不是犯天王控制你的 是你自己的业 而自作自受的 可是我们人 有时候很难相信这个 举个例子 我们常常相信 我们外在的一些特殊力量 举个例子 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 因为我们家很苦 你记不记得 以前小孩子生下来 命很苦 常常生病 所以起名字叫做 梦幼的 梦气的 对不对 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名字了吧 现在都叫做 Michael Devi 对不对 Irene whatever 就是这样 梦幼梦气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你这个儿子很难 所以呢 你就去拜石头公 或石头公 或是石头公 然后给他做 就是做干儿子 小的时候我也去拜过 拜过石头公 我妈妈每一年都要带我去拜石头公 拜完以后就要给我一个项链绑着 很奇怪 她就说这是保平安的 她说你不可以拨下来 其实我不太喜欢拜 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有一次呢 我就把他拨下来 我被我妈妈打 那其实我妈妈虽然是好意 但是我妈妈那时候也没有正知正见 甚至我还印象中有一次 我真的把他呢 石头公的项链拨下来 然后呢 结果第二天呢 我的耳朵就被割了流血了 我到心里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那我后来读了一些书 还有出家学了佛以后 我后来知道说 有人告诉你 老人说不可以乱指月亮 不可以指太阳 因为有月神跟日神 答案是真的 你读在地藏经 日神 月神 山神 地神 水神 你说刻意的不恭敬 有些年轻人很酷啊 我就不相信指给你 第二天真的就没有手指头了 这是真的 所以对天地之间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都要有敬畏的恭敬心 好 那个时候呢 那我们呢 就会拜石头公啊 然后戴石头项链 那我们在乡下呢 也拜观音娘娘 其实观音是菩萨 其实观音娘娘 就有点像你们 司马路观音庙的观音娘娘 那我很喜欢观音娘娘 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菩萨 也没有人跟我说佛法 也没有人跟我讲普贤行愿品 我每天就拜 所以我们全家里面呢 外公外婆最喜欢我 为什么 全家族只有我会跟他去庙里 其他人呢都不太喜欢去 我喜欢去拜观音娘娘 对 其实哪是娘娘 观音菩萨 所以你要有证件 那最大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你常常会去期待说 哎哟 我要去依赖一个外在的生命 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不好 请不要生气 我已经来新加坡很多年 我现在讲真话 我已经讲了一次真话 现在更真的话 新加坡人都喜欢拜大白公 对不对 很好 他是善神 尤其当我们从大陆逃难来的时候 日据时代的时候 大家都兵光马乱战争 你总是会期望一个 主宰的力量来保佑你的 的确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注意听 大白公没有创造你的生命 大白公不能够改变你的业力 你学了佛法 现在大家最大的挣扎就是说 师父我是要继续拜大白公呢 还是不要拜呢 其实你想一想 你为什么要拜呢 是因为你希望他保佑你 那我问你 假如你现在这么滑眼睛 普贤行愿品 然后你也拜大白公 那大白公高不高兴 当然高兴啊 以前啊 孙子 我现在保佑你 现在你其实 出发心菩萨的摩合萨 所以我告诉你 大白公一定会很高兴的 他不会惩罚你 但是因为各位都没有 真正的正知正见 假如师父告诉你不要拜 你会有恐惧心 接下来就会这样 哦 糟糕了 我阿公啊中风了 一定那时候我没有拜大白公 大白公惩罚我 哎呀 我儿子上个礼拜突然发生车祸 糟糕 一定是我没拜大白公 你看你就会有这样 世事而非的见解 我反问你一句真话 你修持他交换 大白公心这么吵 你抱他他很高兴 你不抱他他会惩罚你吗 答案不会的 这才叫正知正见 了解吗 所以正知正见是很难的 了解吗 我要刚才这样讲的话 你们不会高兴的 那你真正的修行的人 你也可以继续拜大白公 烧香 大白公我被佛教徒 你要念普贤行愿品啊 希望你将来也一起跟我们成佛啊 其实大白公是天上人间的善舍 你们这边是大白公 我们台湾是土地公跟土地婆 还有城皇爷啊 角色不一样 其实重点是 这些都是善舍 所以在出家人的一个戒律里面说 我们走到三宝的寺庙 比如这个地方是拜佛跟菩萨 你要正式的顶礼 因为你是佛弟子 顶礼的目的代表我们要跟佛学 但是假如这边到了是一贯道 供养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拜观世音菩萨 其他的神啊 像王爷啊 娘娘 太子 或玉皇大帝 出家人啊 他只要问讯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顶礼的 因为你是三宝弟子 那在家居室 你要烧个香也可以 但是你不需要顶礼 你要顶礼 我也不会说不好 但问题是你要有正知证件 当你没有正知证件呢 你会说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我们家里就发生事情了 英文讲 They are not connected 他不是因为你不带宝贝宫 所以你家里就中风 你败跟不败啊 业力到了 你该中风就是会中风的啦 了解吗 所以正知证件很重要 那观世音菩萨告诉印度当时的大饭天王 印度佛教在 当时佛陀挑战印度教里面 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 所有的生命 不是印度的大饭天出生的 为什么 在印度的人的想法里 各位如果去过 我改天再给你看照片 专心听 他到恒河里去洗澡 为什么 他会觉得 我再怎么丑陋 我重使的是奴隶 可是我要到恒河去洗一次澡 我将来就会生到梵天 回到师婆神的天堂 他们认为 所有的生命都是师婆神创造的 所以我现在问你 你的生命是阿弥陀佛创造的吗 不是 你的生命是观世音菩萨创造的吗 也不是 你的生命事实上是自己自己创造的 你自己过去的业 业从哪里来 你的语言 你的思想 你的行为 生口一额产生的业 所以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 好的是自己修来的 不好的 也是自己造成的 佛不能够控制你的业 佛可以教你去改变 就像我常说的 老师可以教学生 但是老师不会无缘无故 就把学生给当掉的 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 不会惩罚你的 修行要靠自己才能成佛 请看下面 三十七页第九行 几三 他佛意占观音功德 如是善男子 我释迦牟尼佛 在韦波师如来后 闻到观音法门以后 又有很多佛出世 其中有一个叫士气如来 这个如来有十个名号 如来应供正片之 明行足 善事世间解 无上是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世尊 除盖障 我 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因地的前身 当时我也是菩萨 叫做永师菩萨 当时释迦牟尼佛 非常的勇猛精进 而且欢喜不失 所以他的名号叫永师菩萨 这时候我在士气如来 这尊佛的坐下 也再一次听到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功德力 所以微神功德力 所以事实上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面 也修观音网门 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知道 好 接下来请看 幻灯片 不但是很多佛赞叹 观音菩萨的功德 其实五方佛 十方诸佛 都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观音菩萨 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 请看幻灯片 假如有机会到大雨山 香港 宝连禅室 大雨山 旁边还有一个观音寺 在第三层楼或第四层楼 你就会看到五方佛的宝殿 它是用木雕的 中间结这个手印的 就是皮卢遮纳如来 你们在放宴口的时候 会常常看到 很多师父带五方佛宝观 结皮卢遮纳印 你看侧面的时候 它叫一二三四五 东南西北中 现在你图片看到的左手边 这样的壮观 所以大中国法是很殊胜的 各位去新加坡 不要呢 只是去所谓的中环 还有平顶 然后呢 你也应该去大雨山 走一走 不要只是去迪斯奈乐园 跟海洋公园 当然可以去走一走 可是香港 曾经也是佛教顺帝过 因为早年 因为历史的变故 很多中国大陆的高僧 逃难的时候 通通都到香港了 但是现在的香港 佛法是比较差的 甚至我真心的说 不要生气 新加坡的佛法都比香港还兴盛 对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源是不一样 可是香港曾经是佛法非常兴盛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五方佛的造型 恩大称 然后上面呢 就是贤结千佛 过去现在未来千佛 全部是木雕的 所以有机会希望你去参法 就是毗卢遮纳佛 毗卢遮纳佛 宣说一切的法门 而这本经 大称庄严宝王经 就是释迦摩尼佛 毗卢遮纳佛 亲自再一次宣说的 所以佛奖经的时候 就像这张幻灯片 无量无边的天众 佛菩萨 还有海慧众恩 他方诸佛 就像虚功一样 比现在的3D电影都还精彩的 那他都来听 佛奖 大称庄严宝王经 好 请看下面 几次 今天先让我讲到一个段落 几次 与此界显祥瑞 分二更一问约 除盖障菩萨 又问释迦摩尼佛 我所听到的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微神功德 佛陀啊 你可不可以再详细地 说一些他的功德呢 给大家呢 有广大的信心 而兼顾不动呢 接下来佛又回答 心一 答约 分三 心一 世尊就放光说法 佛说 事实 士气如来会上 有天龙八部 下面就是 天龙 夜叉 钱大波 奥修罗 加罗罗 魔侯 罗钱 人非人等 这就是天龙八部 虽然他翻译名词不一样 都是天龙八部 这里翻 天 龙 夜叉 阿苏罗 阿修罗 阿修罗 尽那罗 魔侯 罗且 人非人等 都来集会 换句话说 佛讲经的时候 天上的天人 都听过 天龙八部也听过 魔王也听过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人间 寿命最多是 八十岁 或一百岁 虽然我们说 佛已经灭度了 离我们两千五百多年 或两千七百多年 但你注意听 四天王天 或大放丸天 他那个岁数 是八万四千岁 也就是说 在两千七百多年前 他见过 释迦摩尼佛 听过佛讲经的 你知道吗 天上很多的天龙八部 都见过释迦摩尼佛 那我们现在说 是一个佛弟子 佛弟子 假如我们又不 如理如法 我们又不学习佛法 你在修 天龙八部 保佑我 保佑我 其实有些 天龙八部会保佑你 有些天龙八部会说 这小子 你很混的 你现在做的 都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我听过释迦摩尼佛讲经 我知道什么是 如理如法的 所以佛弟子 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五戒十善 佛弟子 除了守戒律之外 也要守当地的法律 对不对 也有人跟我说 没有关系 不用管 我们犯法没关系 交给天龙八部 佛菩萨会保佑我们 胡说 你都不如法了 天龙八部 怎么会护你的法呢 我再讲一遍 天龙八部 在寿命都很长 他都听过释迦摩尼佛讲经的 甚至天龙八部 都有神通 他看到你这个人 他可以看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 所以人啊 要表里如意一点 不要学了佛呢 还是呢 假假的 这样不好 你应该很真心 假如你做错了 你可以忏悔 天龙八部会理尽你 哎呀 善男子 善女人 这是很好的 释迦摩尼佛弟子 做错的事情 他会忏悔 会改进 他会护持你 假如你做错了 却不改进 而且你还要欺骗别人 还说谎 你骗得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人 你骗不了天龙八部 你更骗不了观世音菩萨的 你更骗不了自己所造的因果报应的 所以要好好的想一想 接下来再看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说 比士气如来 在语会大中 当要讲经说法的时候 口就会放种种的五彩色光 所谓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赤就是红色 红色红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红色红光 然后波底加色 还有波底加光 金色金光 这个光会骗照十方一切的世界 而且这个光呢 在佛陀讲经说法的话 它会向右旋转 绕三圈 最后光又会进入到佛的头顶 这是佛的三十二项 跟说法的功德 请看下面幻灯片 东密的大日如来 你看它就会放光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也会放光 当你很认真 念佛 我念咒的时候 虽然人间看不到 但正阿罗汉果的圣人 我大菩萨 我天龙八部 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在念 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这个佛堂是放无量的光芒的 光从哪里来 自信当中的清净心 你的虔诚跟恭敬 就会放光 还有接上法的功德力 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 还有佛的功德力 华言会上佛菩萨的加持力 所以三种光加起来的话 就可以开启你自信的光明 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有光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禅定力 或是智慧 所以我们的光常常放完了以后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以前我放过给你看的 禅修的方法光明响 你看中间的毗路真那佛 他放金色的光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而且他一念族的时候 一观想的时候 你看他有一尊佛就变成无量边尊佛 所以他叫光中化佛 接下来再看 这张很特别 你没看过 阿弥陀佛讲经也会放光 放彩色的光芒 Ramble Color 阿弥陀佛 这是西藏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他是放彩虹的光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西藏红教里面 修的最高的证物 有叫红光身 Ramble Body 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佛法开无量的法门 我刚才说 若你对你不相应的佛法 你要尊重 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 乃至于南瞻部洲 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在修行的 但是要有正知正见 好 再来看 观世音菩萨 在观无量受佛经里面 观音菩萨也常常放光 可以看得到 这在观无量受佛经的经文图里 光中化现广度六道众生 先看这张图片左边 你看观音菩萨本身也可以现西方三色 那你会说很奇怪 因为观音菩萨已经成佛了 其实观音菩萨也可以现阿弥陀佛身来度你 观音跟阿弥陀佛跟大师子三个是一体的 再看右边 观音菩萨从右上角 天人 人 还有阿修罗 对 六道众生 左下角你会看到观音菩萨会示现畜生 马 所以我提醒你 不要乱杀蟑螂跟蚂蚁 因为蟑螂跟蚂蚁里面有很多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真的后面经文有写 有一段说观音菩萨要度区区的虫 观音菩萨经文亲自写 他就变成虫 然后跟阿弥陀佛 南魔法 南魔神 所有的虫就一刹那间死掉 莲花化身 观音菩萨真正变虫的 那假如呢 你不太喜欢蟑螂 你奥密陀佛 有一天一打 哎呀 观音菩萨突然出现 那你不吓死了吗 真的 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观音菩萨可以变六道众生心 所以杀蟑螂跟杀蚂蚁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你可以用很多智慧的方法处理 但敌举的确确观音菩萨 请问观音菩萨要度马 他怎么呢 一定变马王 那观音菩萨要度狗 他就会变狗 观音菩萨要度猫 就会变猫 那先有个麻烦来了 很多现在年轻人很奇怪 不要结婚 也不要生小孩 可是很喜欢养狗跟猫 对不对 宠物啊 但是你不太容易是买到观音菩萨的化身的 因为你没有这么大的功德力 观音菩萨化动物的时候 是在动物 他在紧急苦难 那一刹那之间 他假如不度他的话 他会有杀身 或有灾害的话 观音菩萨才会变成猫 混狗 没事 他不会变成喵来找你的 所以你买的宠物里面有很多 你不太容易买到观音菩萨的 不过观音菩萨的的确确 以他的大悲心功德来讲 他会献六道众生的相来度众生 接下来再看 心二 弟子请问姻缘 彼时会中有保守菩萨摩赫萨 从座而起 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 合掌的恭敬问佛说 世尊 什么因 什么缘 观音菩萨会出现这种 唯妙的功德呢 或这种殊胜瑞相呢 请看下面 心三 观音显现祥瑞 当时 彼佛众会 所以是指士气如来 如来就告诉与会大众说 善男子啊 极乐世界 有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现在会来到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会场 所以 他要来参加这个法会 所以他会献各种瑞相 那彼观自在菩萨要出现之前 因为他的功德力会出现种种的各种杰树 还有花树 也有菊姆纳花树 沾波加花树 没关系 你不要太介意 这个是在印度的各种的树的名称 古代印度有很多植物 现在不一定存在 那他这些植物有些中国一定没有 所以你不用太介意 他就是各种漂亮的这种花的树 接下来会献各种杂花 各种摩尼宝池 天上会掉下来玉天曼陀罗花 而且天下会掉出各种珠宝 摩尼 珍珠 还有琉璃 贝壳 罗贝 碧玉 珊瑚等种种的珠宝 为什么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第一 他的功德力 在普门禀说观世音菩萨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对不对 他清净过一千个亿 无量的善知识 观世音菩萨也是拜过很多老师的 也很认真学佛法 对不对 那他的功德力就会下这些金银珠宝 这是他的功德力 第二个 他下这些做什么呢 供养佛跟菩萨跟与会大众 接下来看经文 又与天衣如云而下 就天上天人的衣服呢 就像云彩般而下 这样的 经文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再看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他说 观世音菩萨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 对不对 好 我在新加坡 宽记念佛堂 讲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就不重复 今天我要讲我从来没有讲过的 其实那一套呢 是讲得非常非常精彩 十年前我讲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现在托科技的方便 当然师父的功力也增加了很多 因为我自己也修 我加上了幻灯片 也用了三百张到四百张的图片 那如果没有听到的人 可以跟宽记念佛堂药 好 先讲极乐世界 请看 我们都希望我们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华人很流通早期的 江义子居士化的西方三圣 它是按照唐朝东皇壁画 所以你看他们是古人的样子 非常庄严 中间是阿弥陀佛 然后呢 右边是观世音菩萨 他拿阳之净水 左边是大师之菩萨 好 那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请看 你得加油 要四个音 我先把幻灯片打下来 这不再讲意上 你要操也可以 第一 我讲 对于升起极乐世界 要有四个正音 我们华人佛教徒 除了你会念阿弥陀经 你会念阿弥陀佛 我观音菩萨 很好 师父非常赞叹你 可是你要更鼓励的 开始要想极乐世界 第一个 叫对极乐净土的清晰观想 这是你要加油跟训练的 我们大乘佛法的很多佛弟子 对不起 在禅定上要更加油 尤其观想比较差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练习 事实上你也会观想 只是你不察觉 举个例子 在座 你不管你的爸爸妈妈 在不在世 可能有些过世了 有些在 当你坐着 突然想到妈妈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很感动就流眼泪了 或者看到以前 哎呀 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 我们曾经去圣淘沙 拍了一张照片 哎呀 那个圣淘沙是很久很久以前 你就会想起你的爸爸妈妈 其实每个人都会观想 只是你不察觉 待会讲完经的时候 你也会观想 为什么 出门是要向右转呢 向左转呢 大部分都是向右转 为什么 有MRD的指标嘛 对不对 假如你出门 向右转跟向左转 你都记错的话 那你就找不到MRD的站嘛 其实观想里面 就有声音 有图片 有文字 也有形象 我们每天都在观想 你们在观什么呢 观新加坡的马票啊 还有四个数字啊 你是对数字跟有没有中讲 你也在观想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观想 只是我们不察觉 那华人的佛弟子注意听 比较师父啊 比较少的教你观想 其实观想是非常重要的 观想在金刚称里更重要 那你就有个问题 师父我这样想有用吗 有 我来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专心听哦 我讲不完 我明天还会继续讲 我明天还会讲 寻找善知识很重要 不要急 师父有看时间 我看了你们很多老婆上 一直看这个 舒服有看时间啦 别紧张啦 紧张的你都没听到啊 注意听 注意听 糟糕我要讲什么 我忘记了 我刚才说什么 观想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呢 对 我要讲观想很重要 对 那我们一般人都会讲 观想有没有用 有 新的力量很大 举个例子 新加坡你们政府组屋 我也曾经去过佛友家 新加坡的房子都很小 那假如你现在突然呢 去了南洋 巴黎岛去度假 哇 好开心哦 对不对 回来以后呢 我太想念了 你突然就看客厅呢 不太顺眼 说来老公 我们把它通通卖掉 我们就不理智呢 巴黎岛或印度尼西亚的风格 那你就挂巴黎岛的图片 椰子树 对不对 还贴图片 很开心 对不对 很开心哦 所以你的客厅变成什么 巴黎岛客厅 过了成年一两年以后呢 到了欧洲去 过到伦敦或英国 哎呀 欧洲转个角落呢 都是Phantom 喷泉 好漂亮 法国巴黎铁塔 对不对 意大利呢 比萨鞋塔 然后呢 你又通通把图片拆下来 然后冲冲步骤到欧洲的风格 就打将自己呢 是伊丽莎白女皇 坐在那里喝英国茶 对不对 你很享受啊 对不对 接下来呢 过了两三年呢 到中国大陆 紫清城 对不对 哎呀 当皇帝真好 来通通又换掉 就买了一座皇帝的桌子 坐在那里 我是太上皇 所以你看 客厅的布置从哪里来 告诉我 回答我 客厅的布置从哪里来 啊 不是 从你的银行来 你没钱 你怎么能布置呢 糟糕 你被师傅设计了 我看到有些人打瞌睡 我故意搞笑 你的客厅设计从哪来 从银行来 你没有钱 你不可能布置 但为什么你可以去提款呢 因为你的心 想要有那种风格 所以请问客厅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去设计 跟变出来的 极乐世界也是这样 所以你要练习观想 很多老伯仇都跟我讲 哎呀 师傅 你讲得很好 好复杂哦 我就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来 可是你每次都想得出 四个码票啊 马票的四个数字 你都想得很清楚啊 很多老伯仇其实并不笨啊 只是你不愿意去学 为什么 你必须常常想 常常想 想了以后呢 你才不会一直想孙啊 你就是不想 所以你每天就看孙 所以你满脑子都是孙 然后呢 将来呢 断气的时候 你就做孙的孙 你就去投胎了 这是真的 很多人 因为我们没有神通 我们历代有这么多的祖先 其实很多的 你的孙啊 女儿 都是你祖先来投胎的 你只是没有神通 你看不到 你看到了 你也吓一跳 你不敢相信的 对不对 所以观想 就是有图片 有声音 有颜色 你慢慢想 比如说你很喜欢观世音菩萨 你就想观世音菩萨 想观世音菩萨 会有升级功德 你应该帮助自己 对极乐净土的观想 所以西藏人 常会念极乐净土 长的齐请文 或是大乘来讲 就念无量寿经 很好 比较长一点 你才会观想 你有阿弥陀经 也不错 不过太短了 因为你想的时间 短了一点 不是不好 也可以 第二个 要有进藏 积极之良的功夫 你要修谱 闲实大愿 也就是要 新刚乘讲的 七支供养 你要 灿除自己的障碍 灿除障碍 就像什么呢 镜子上面 把灰尘擦掉 第三个 对于你 要发起 常常帮助别人的菩提心 因为你觉悟 轮回是很苦的 你要生起一个 无我 无我就是简单讲 私心少一点 各位你现在 很难生到无我 真正完全无我 修成功 要证阿罗汉 出果 虚陀环 都还有一点点的我 所以你看罗汉 长得都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为什么他有习性 罗汉是圣人 可是他有习性 对不对 所以 你要私心少一点 利他 就是常常主动 多多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不一定要出钱 一句话 鼓励别人 一个给人家的方便 对不对 你常常要有慈悲心 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菩提心的基础 第四个 你要有坚固与强烈的意愿 才会生起强烈的处理心 对不对 这样子你才知道 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我哪里不用去 我只有想去西方极乐净土 你这个坚固的运心是不动的 好看 这是极乐世界图 莲花化身 上次给各位看过 你想要做到这个结果 那你就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因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有国立大学 年轻人都很想考进国立大学 最好的学校 对不对 不然就南洋理工学院 可是注意听 不是说你脑筋的说 我要进国立大学就可以进去 没那么容易 你要好好的认真念书 要补习 要考试 要少打电动玩具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你才有资格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 而且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东南亚也是很有名的学校 是东南亚全部的华人 一起来竞争的 同样的 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 我们都会来见我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要努力 改变自己的习气 坏习气 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性 掌养慈悲 积功德 你要修辅修慧 六度波罗蜜都要很努力 你才可能会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常说 去极乐世界不是很容易 也不是很难 不是很容易的原因是 是你要很用功 很用功的去努力 不是很难的意思 只要你努力 按照敬业三福去做 阿弥陀佛 从来没有舍弃 任何一个众生的 好 接下来 像我这一段讲完 我们今天就回向 所以对第一个 对极乐净土的清晰观想 你要专心念 无量寿经 我现在为什么没有 弘扬无量寿经呢 因为大家工作很忙 无量寿经要念 至少要45分钟到一个小时 新加坡人总喜欢要 discount 我短一点念 普贤行愿品 好 我回答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进藏集资的功夫 七支供养 七支供养 其实就是普贤十大愿 藏传佛教也要修普贤十大愿 所以你看师父苦口婆心 就劝你念普贤行愿品 有些人很欢喜念 很好 有些人呢 还是呢 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 不动到最后 就真的是没法度了 你不念的话 就算你断气了 所有福友呢 出动住念团 你的业太重的话 你还是会昏迷的 好 这边有一个脸友说 师父 你说往生的时候 要念大方广佛华言经 入不思议 谢多境界 普贤行愿品 很好 但是如果往生的人 心力不够 心力不足 不能应付 念这么多的经文 可以念普贤行愿品的概要吗 所谓的概要就是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一直呢 念这十个名号 最后到普街回向 答案可以吗 请师父指导 你很厉害 我不能说不可以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现在新加坡圣淘沙 外面就是海 假如现在我们地球缺水的话 一定要水 大家都要水 而且要蒸馏水跟矿泉水 你口渴的时候 或头不舒服 你第一个就 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 你要问我 普贤十大院 这十个名号 就是早晚课宗里面念的 没错 这是标题 标题当然也有功德 就像大海的水 跟捞一杯水上面的水 比如说圣淘沙 外面海的水 你现在拿一个茶杯 把它捞起来 一杯水 请问大海的水 跟你水杯上的水 是不是一样 回答我 一样还不一样 当然一样 所以念普贤十大院 跟念普贤十大院的名称 当然功德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假如你现在很口渴 喝了一杯水还不够 你要喝很多桶矿泉水 结果现在闹饥荒 所有人都要喝水 那请问你怎么办呢 一杯水够吗 答案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把大海水的水 全部冲起来 经过积蓄 过滤 你才能够救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还是不要太会念全部的寄送吧 为什么 因为你要念全部的寄送 就像大海水一样 它才会转动你的业力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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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你平常听过普贤十大院 你真正知道普贤十大院的名号的意义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你知道意思又很真诚的念 你的念力非常的强 那当然可以 不然呢 你不要贪便宜 你还是好好的平常 不要等死的时候才念 活的时候念 为什么 因为像大海水一般 甚至你发愿要广度 无量无渊的众生的话 你是要念整部普贤型愿品的 你甚至要发愿念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你才有功德力去度众生的 了解吗 所以我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 圣淘沙大海的水 给你手上拿的一杯水 当然是一样的 就算你去检查H2O 化学分析是一样 可是你要救很多很多人的话 还是要有大海水 一滴水啊 还是不够的 所以请看幻灯片 第二个 进藏机枝 你要念普贤行愿品 第三个 常常要升起菩提心 那你就要了解 轮回是苦 所以你要了解 最好的 我建议读入菩萨行认 这是藏传佛教 红白黄花 第一个最有道次第 集天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 亲自的化身 入菩萨行论 请你上网 我有听 讲过 但是当时只有声音档 不是DVD 还有你要学习道次第 接下来 第四个 每天要发愿 愿什么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师父昨天第一天 就带大家一起要发愿 愿是很重要的 你发愿也是在造善业 你不是说 哎呀师父我没有钱吗 我没办法做功德 可以发愿 发愿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你能发愿很好 发完愿以后 还要深口意继续去做 那就要看每个人的福德因缘 不一样的 这是我要补充的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时间有点晚了 很多老菩萨也要回去 不过明天是礼拜六 对不对 哎呀你们可以睡到十二点的 好 现在 请看 我们一起念观音回向文 请看第九页 好 请看 这是尊贵的应光大师 大势之菩萨再来的 他亲自写的观音回向记 为了这次的讲座 我师父很高兴的找到 而且我亲自请人打 还加上汉语拼音 好 看 观世音菩萨 新加坡的佛亚寺六臂如丽 轮观音 这是东密的造型 六臂代表度六道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好 请看第九页 这个我们念过 请合掌 我们一起念 不要急 慢慢来 在第四诵 第九页 第二十一行 我弟子某某 某某是念你的名字 或念法名也可以 像我念就 我弟子新红 待会你念你的俗名 后面两个字 或你要念法名也可以 好 现在来把心合掌 请合掌 心静下来 不要急 希望你今天听闻佛法的功德 今天讲 要远离邪见 远离恶友 远离恶知识 对三宝要有正知正见 这是很重要的 请合掌 好 我们一起念 不要急 也不要念错 一起念 几首观世音 慈悲大导师 久正无上道 安住长极光 未连众生苦 复现实戒生 因何生得度 即为现何生 净令生善道 远令正菩提 菩萨慈悲力 诸佛莫能说 我弟子心红 从无始至今 由恶与恶业立故 轮回六道中 经历成叉结 莫由得出离 性成树善根 得闻菩萨名 欲障大悲力 现身身净土 常识称职 常识称联盛 尖礼拜供养 忏悔诸恶业 增长诸善根 唯愿怀 放光照我身 疏首抹我头 甘露逛我顶 洗滴我心垢 令我身与心 西皆或清静 我愿尽此身 及未来季节 普与诸众生 说菩萨恩德 令彼贤归依 吸发菩提心 愿垂慈敏固 正名而射受 看十一页第十一行 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对菩萨为伴离 好 今天奖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阿弥陀佛